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当年身价十个亿的石垒 对潘长江女儿一见钟情 为了能够追到潘阳 不惜送千万豪车 最后终于如愿 可是孙子出生的时候 潘长江却不敢多看一眼 潘长江结婚后生下了潘阳 完美地继承了母亲的颜值 丝毫没继承父亲的 完全就是一个大美女 但是他的身份和别人不一样 老爸是一个明星 他也有一颗明星梦 潘阳就对父亲说 我想进娱乐圈当明星 潘长江当然不同意 他知道娱乐圈有多忙脏 甚至把女儿送去了加拿大学习 但依旧挡不住潘阳的热情 潘长江骂他 你知道娱乐圈有多乱吗 我的家当还不够你用吗 潘阳不想就这样过一生 表示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决定 杨云心疼女儿 就说既然他这么喜欢 就随他去吧 有句话叫小红靠捧大红靠命 努力了半天之后 依旧是不温不火的 看着女儿年纪不小了 就开始操心潘阳的婚姻问题 开始在附近寻找单身优质青年 潘阳核实了一见钟情 为了和潘阳结婚 不惜送千万豪车 婚礼的当晚 潘长江捂着被子哭了 婚后的潘阳就淡出了娱乐圈 开始在家相夫教子 但是在生孩子的时候 潘长江不敢多看一眼孙子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难道是不喜欢外孙子弹唱 江却说不是不喜欢 反而是太喜欢了 可是我长得不好看 我怕看多了 孩子长得像我 听到岳父这么一番解释 时雷也是哭笑不得 其实这些都是迷信长相试碎父母的 怎么可能看一眼就变丑呢 那么你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在下方